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性脂气管炎最常引起的并发症 比如说肺气肿 或者现在的规范化的名词叫慢足肺 当然如果长期的慢足肺 还可以导致肺对脉高压肺心病的发生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于肺气肿这些轻症患者的治疗 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 我们还可以检测它的肺功能 选择适当的药物来缓解患者的胸闷气短 如果发生了肺对脉高压 我们还要用一些缓解肺对脉高压的药物 如果发生了肺心病 还有根据肺心病它是在急性加重期 还是临床缓解期 我们来选择一些药物 轻症的患者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 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右心功能障碍 右心功能衰竭 患者出现了紧急脉弩张 肝脏肿大 肝瘀血 甚至下肢肤肿的时候 我们就要及时住院进行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